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仙》被评为2019年年度最令人失望的电影之后 作为该片当中的男主的肖战 也因为被评为金嫂嫂最令人失望的男主角 看到肖战得到了最令人失望的男主角之后 他便成为了网友们重视之地的对象 除了肖战的粉丝们在纷纷安慰以外 另外还有一位导演在安慰并且力挺他 也是圈内唯一一个力挺肖战的人 而这位导演就是陈情令的导演陈嘉玲 作为一个导演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力挺肖战 也算得上是过意思的了 主要是肖战正处于风波当中嘛 陈嘉玲称他是一个特别用功的新人演员 很谦虚 有礼貌 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和大家打招呼 说你们辛苦了 作为一个演员肖战对得起他的职业 和他在一起的四个月 你们比我要了解他吗 确实一部戏里吧 共同待了数月 想必除了陈嘉玲也没有谁更加了解肖战了吧 此刻的肖战虽然是重视之地 大家知道呢 也仅仅是片面的肖战 并不了解真实的肖战 看到陈嘉玲深夜发文力挺肖战之后 不少肖战的粉丝们 不畏艰辛地再跟帖陈嘉玲 并且感谢陈嘉玲对于肖战的肯定 肖战受到这么大的攻击之后 这个时候肖战工作室呢 也应该出来发发声吧 作为一个工作室 看着老板被无下限的攻击 却躲在背后看肖战的笑话 着实令人心寒 本来肖战主演的朱仙 在影片当中他演得就很好了 只是影片当中的框架问题 才让肖战陷入到不意 昨天被评为金嫂子 最令人失望的男演员之后 肖战也说了 张小凡这个人物自始至终 没有立起来 人物成了赶场木耳 与对手的互动呢 既没有火花也没有浪花 总体表现不及格 最令人失望是十字名归 但是这一切完全不怪肖战 毕竟肖战的演技还是在线的 作为一个路人粉 我表示在朱仙刚刚上映的时候 其实也是见证过的 肖战饰演的张小凡一角 确实很不错 再加上票房在海内外都很不错 为什么却被评为了 最令人失望的电影呢 在当下那么多电影不如朱仙的 也有很多很多 偏偏是这一部让人失望 琢磁让人讲不通 你觉得呢 本来这段时间以来 肖战承受了227事件 超话教师天团 粉丝公益消负等等事件 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了 至今四个月还没有结束 现在其主演的朱仙 又让肖战再次陷入到困境 不过这次不怪肖战 要怪就怪导演怪编剧吧 这段时间呢 肖战也是被黑得够惨了 这下肖战又得了一个 最令人失望的男演员 相信又要被黑了今天 这个时候不仅仅他的黑粉要黑他 相信自从凭借陈琴丽走红之后 肖战得罪的不少对家 也在对他进行各种黑搞吧 也只有在他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 攻击他 等他凤凰涅槃的时候呢 也就不好对付了 人们常说经历了大风大浪过后 就可以见到彩虹 相信不要多久 肖战就可以再次回归吧 此前还有圈内人爆料称 这段时间肖战再要处理一些职业群体 所以距离肖战重出应该不远了 也只有处理了一直在不断黑他的对家 和职业黑他才能够重出的 毕竟之前大家也看到了 肖战已经宣布违规 但是并不是很顺利 最近腾讯视频官方公布了 Doki最具人气榜六月榜单 恭喜肖战拿下了最具人气榜六月榜单的冠军 作为榜单当中的top位 理所应当获得抢卫福利 除此之外呢 肖战作为气质大于等于三百万的爱度 还将获得给粉丝福利的机会 将选取一位锦里小飞侠 获得随机签名照掉落奖励 这位粉丝真的是太幸运了吧 真的很羡慕哦 近日有粉丝 因为肖战一直获代言品牌方 开小灶的不懈支持 想要表达对品牌方的感谢 结果呢 在对话当中 金主爸爸提前透露了好消息说 后面还有更多呢 大的卫视和平台都会陆续出现 这只是低弹 相信啊 这个消息会给很多小飞侠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也无比的喜悦 这波 记昨日肖战协代言登上了东方卫视 近日肖战再度携手 有代言品牌登上湖南卫视的芒果TV 这条宣传广告放置与视频加载前 不少的粉丝在得知消息之后 纷纷表示看了好多遍都看不够 还有一位粉丝表示 平生第一次非常期待快广告 也可见 开小灶透露的肖战会继续开始登陆的消息 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并且已经不远了 如果说肖战可以重新回归 各大卫视平台正式的回归 便不期而来了 虽然现在偶尔也会传来战战的消息 但是小飞侠们最期待的还是舞台上的肖战 相信这也是一直热爱舞台的肖战的愿望 我们共同期待 近日肖战主演的朱仙登越南电视台播出 越南网友对张晓凡的评价可谓是好评不断 肖战带领张晓凡成功走出国门 将我国的优秀文化输出 不仅如此 最近海外网友掀起了观看肖战参与的节目 我们的歌的热潮 不少的网友看了肖战唱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的反应 被肖战的深情给感动了 有一位海外网友评价道 来看看老婆天天挂在嘴边的肖战 那应不说别的 唱功毅然给力 我们的歌这个综艺节目很好看 老婆一定要评论一下 肖战的笑容很加分 好像还挺幽默的 又知道是设计师和歌手 有点明白老婆为什么喜欢肖战了 看来这是一位被妻子安利 因为好奇而了解肖战的 结果成功的被圈粉了海外小哥哥 视频当中还有多位海外网友 对肖战的夸奖 看来战战再次成功的火遍海外 我们小飞侠的队伍不仅数量庞大 质量还很高 这次可以说也遍布很多国家了 同时不得不说我们的歌这个节目真的很棒 从不小的私信当中都可以看出来 不少的粉丝都曾经担心 肖战是否能够扛得住 如雪花般纷飞的质疑 曾经担心肖战能够支撑着 走日后慢慢演一只路呢 但是幸好肖战依旧还是那个少年 那个眼里有笑心底有光的战战 如果可以好想变成一个小飞侠 飞到你的身边抱抱你 我坚信 也因为很多的眼泪而寓意清明 心因为饱经了忧患而寓意温厚 我坚信千谋万机还坚静 让耳东西南北风 我坚信艰难困苦玉女于成 不为浮云遮望眼 我们终能够数得云开见月明 既然战战选择了远方 那么就只管风雨兼程 因为小飞侠们永远都在 世界很大也很复杂 外界的声音都应该只作为参考 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 陪伴孝战度过的这几个特殊月以来 我们也似乎适应了这个世界 我们都要活成两种样子 发光和不发光 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我喜欢的那个你有光 光而不要与光同尘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